星期三下午 曼谷拉玛九路炸的夜市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灾 造成一名路源受伤 上百家店铺受损 现场燃起熊熊大火 黑压压的浓烟覆盖了天空 当地教证人员接候通报之后 迅速赶赴现场展开应急处置 据初步了解 火灾起源于其中一区的一家餐厅 火势在蔓延过程中波及了周边 大约120家店铺 会宣入调查火灾原因 炸的夜市遭注容光顾区域 将被暂时关闭 但其他区域正常开放 消灾人员仍在进行清理 并调查火灾源头的店铺 是否获得合法营业许可证 曼谷炸的夜市是各国游客 在泰国旅游时必游之地 早些因受到疫情影响 拉叉达火车夜市的摊贩 在2020年初期逐渐撤离 并于2021年7月永久熄灯 同年11月底 在原夜市团队号召下 摊贩们搬到了隔壁 也就是如今的炸德夜市 随后便迅速成为了 疫后最火红夜市 知名的水果西施 以及火山排骨都在这点 也就是价格 寻乡 放下 从黑马绳 大 寻次 到 西施 不 大